继上个月叫停第二届孔子和平奖之后 中共文化部又在近期声明 停止孔子世界和平奖的一切活动 评论指出 中共本来是想要利用孔子的名义 拉大旗扯虎皮 对抗诺贝尔和平奖 但这种做法使中共不断出丑 当局无奈之下 被迫叫停这类所谓的和平奖 10月6号 中共文化部下属 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 在官网上发布声明说 孔子世界和平奖活动并没有立项 也没有向上级有关部门报批 立即停止孔子世界和平奖的一切活动 这也是中共当局近一个月来 叫停的第二个以孔子为名目的和平奖 上个月文化部下属的中国乡土艺术学会 就曾经宣布叫停第二届孔子和平奖 并撤销主办方 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传统文化保护部 201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 授予了中国在押异议人士 这使中共非常愤怒和难堪 为了对抗诺贝尔和平奖 大陆相关部门设立了孔子和平奖 并特意选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前一天颁发 他一开始设立这个奖的真正目的 并不是为了和平 并不是为了传播中国的文化 是为了对抗 以诺贝尔和平奖为 这个代表的这个世界的普世价值 这种东西出来以后的效果 很显然跟他们预期的正好相反 大家都把它当作一个笑料 首届孔子和平奖 当时授予了台湾国民党荣义主席连战 但连战本人并没有前来领奖 他双个连战的话 连战都不来接这个奖 再说不太就是这个奖这样的背景 最后的话搞了一个小女孩来带连战领奖 其实是一件很有脸的事情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 引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周孝正教授的话说 大陆当局设立所谓世界和平奖 是典型的拉大旗做虎皮 时事评论家武凡对新唐人表示 中共从来不尊重孔子 目前的孔子学院等 都是中共盗用孔子的名声 在粉饰自己在骗人 借用孔子的东西到处吹牛皮说谎 外国人也不相信啊 所以文化部实在看不下去了 你们这个卖狗肥药卖得太离谱了 所以干脆就把你们封杀 叫你们不要玩这个把戏了 你无论对内对外你都讲不通嘛 自己不尊重孔子 还要到外面去贩卖孔子 谁能相信你这一套呢 前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认为 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批林批孔 号称砸烂孔家殿 现在又想要利用孔子来造势 但因为中共的暴力本性 最后只能是自取其辱 上个月大陆媒体广泛报道了 第二届孔子和平奖的评选活动 号称今年的候选人 还包括现任的俄罗斯总理普京 但中共当局随后叫停了 第二届孔子和平奖 同时宣布启动另一奖项 孔子世界和平奖的评选活动 纽约时报报道 自称是孔子和平奖创始人的 刘浩峰宣称 一些人试图染指这一奖项 于是推出了一个孔子世界和平奖 随着叫停孔子世界和平奖 这个被民众讥讽为山寨和平奖的闹剧 也暂时告一段落 但据英国卫报在此之前的报道 中共仍然花费巨资 在海外创办所谓的孔子学院 妄图以此来输出中共的意识形态 并进行统战 新唐人记者梁新 李谦周天采访报道 volt 靠近